她是你拼尽全力都追不到的女人 也是中国田径未来的骄傲 她就是亚洲第一女飞人葛曼琪 2019年亚洲田径锦标赛 女子四成100米接力决赛 葛曼琪率领中国女子接力突破了亚洲记录 创造了当年亚洲赛场最好的成绩 2021年全国运动会 她100米以11秒17的成绩夺冠 200米22秒98夺冠 实力碾压了韦永利和梁晓静 在2021年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上 葛曼琪突破极限 跑出了11秒15的成绩 她是历史上第一个 闯进女子百米半决赛的选手 她用赛场上的成绩成功证明了自己 四年间 留下的汗水泪水和遭受的伤病坎坷 让葛曼琪不断成长 2021年第14届全运会 中国女子接力队的成员 也全部都在女子100米决赛中 这可以说是国内竞争最为激烈的女子100米比赛 处在第四道的梁晓静没有让人失望 她的出发反应惊人 30米过后就已经确立了较大的领先优势 而处在第六道的葛曼琪奋起直追 进入途中跑后实现反超 最终 葛曼琪以11秒22的成绩拿到了全运会一进 江苏选手袁琪琪最后时刻冲上第二名位置 而梁晓静则以0.01秒之差屈居第三 虽然梁晓静起跑速度快 但后程加速跟不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冠军又一次擦肩而过 尽管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但过程还是荡气回肠 赛后 从领先调到第三的梁晓静表示 自己输得也很开心 因为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大优势 在夺得百米金牌之后 葛曼琪再次向着200米和4×100米的金牌发起冲锋 成为了真正的三冠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甜静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